嗨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的影片要帶你做 非常簡單又美味又簡單又容易上手的蛋料理早餐 早上我最喜歡吃蛋 第一個 蛋非常好吃 所以我超級愛吃蛋 我一天可以吃到三到四顆甚至是五顆蛋 第二個 因為蛋含有我們健身的人需要的蛋白質 還有像是我們人體所需的胺基酸 還有微量營養素 都是對我們身體非常有益處的 第三個 早上吃蛋呢 蛋白質 脂質 這兩種可以幫助你的血糖穩定 不至於說讓你的血糖快速高升 然後又快速下降 會讓你精神不振 所以呢 今天廢話不多說 帶你做六種低糖蛋料理早餐 準備好 跟我一起料理了嗎 第一道料理呢 是這一道焦糖培根洋蔥霜太陽蛋 準備的食材有機蛋兩顆低脂培根一條 洋蔥一分之四顆切絲 黑胡椒鹽都適量 再一個小的平底鍋 然後開中火煎培根 煎到表面微焦 上色後 下洋蔥 炒到洋蔥有點軟了 然後成焦糖色 下兩顆蛋 接著轉小火 蓋上鍋蓋 大概蒙個3到5分鐘 等到蛋白差不多熟了 蛋黃成一個微半熟狀態 就可以打開撒一點鹽黑胡椒 上桌享用 接著呢 教大家做一個帶著走 就可以享用的超簡單起司彩椒 烘蛋馬芬 準備的食材呢 有三個蛋起司 一片洋蔥一分之四顆 紅黃彩椒一分之四個都要切丁 煮熟的梨麥 那還有鹽黑胡椒适量 那我們首先呢 先在馬芬盤上面 抹一點油 這樣子等一下 脫模的時候會比較好脫模 加入我們的洋蔥 彩椒丁 每一個都加入 一定的量 然後撒一點熟梨麥 熟梨麥是預先在 電鍋裡面煮過的 大概加水煮了四十分鐘 就熟囉 這樣子我們的料就完成了 我們給他每一個馬芬呢 都撒一點起司 因為起司非常的好吃 然後兩到三顆打入碗中 鹽黑胡椒拌勻之後 把蛋液倒到馬芬盤裡面 這個時候呢我們 我們應該烤箱就差不多 預熱完成了 我們把馬芬盤放進去 然後烤個大概二十分鐘 一百八十到兩百度上下火 完成了我們超Q的 起司馬芬 下一道水煮蛋 酪梨中煮優格鮪魚醬 真的是OMG的好吃 準備的食材有半顆酪梨 去子無糖優格 建議是希臘高蛋白質的優格 兩大匙 水煮的罐頭鮪魚 兩到三匙 洋蔥一分之四顆 大番茄 一分之二顆切丁 鹽黑胡椒適量 這要切完之後 我們來製作我們的鮪魚優格醬 我們就是把優格還有兩三匙的鮪魚鹽 黑胡椒洋蔥番茄丁 用小湯匙拌一拌 就完成了我們的鮪魚優格醬 同時呢我們煮一鍋水 煮到沸騰之後關小火 這個動作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是讓它沸騰冒泡的狀態 等下蛋下去它一定會變成蛋花 那我的小技巧是我們的蛋 像很利落的打到碗中 我沿著碗圓加少許的水 讓它那個水跟蛋白是有點分離的狀態 那下去的時候可以幫助它的形狀凝固 這邊有一個必學的小技巧 就是先用湯匙在這個小鍋水 順時鐘畫圈 然後直到中心出現一個漩渦 很利落的把蛋滑進這個中心裡面 然後蛋就轉啊轉啊轉啊 慢慢等個兩分鐘 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可愛的水波蛋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的長得有點像荷包蛋 沒關係我們用華麗的擺盤來挽救 先在盤子上面撒點芝麻葉 放一個露鱗 接著乘上我們剛剛製作的鮪魚優格醬 兩大吃 好creamy的感覺 放上有點像荷包蛋的水波蛋 撒一點點杏仁鹽 鹽黑胡椒就完成了我們的水波蛋 露鱗中的鮪魚優格醬超級好吃 接下來這道是超級簡單又美味的鮪魚起司炒蛋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是雞蛋兩個 起司一片水煮罐的鮪魚 還有鹽黑胡椒 在平底鍋上面倒點油之後 就可以下兩個蛋 我喜歡有點蛋白的感覺 所以稍微等它熟了之後 我再來搓搓搓搓搓搓 它就有點像蛋黃蛋白 有點分離的炒蛋 加一點鮪魚醬 兩到三小匙 還有起司片 那稍等一下它就會開始融化了 接著我們用我們的木池拌一拌 大概八到九分熟 有點微半熟狀態 就可以盛起囉 配上我們的豆漿 還有一顆小蘋果 就是營養滿點的早餐 再下來這一道呢 是我們的酪梨石酥歐姆蛋 準備的食材有兩個蛋 半顆酪梨蘑菇洋蔥 蒜紅黃彩椒跟黑胡椒鹽適量 那先把酪梨倒在平底鍋加熱 先炒洋蔥跟蒜 炒炒炒炒 炒軟之後下彩椒還有蘑菇 再一起拌炒 那大概有點變色 用鹽黑胡椒調味之後 我們下我們的酪梨蛋液 用我們的木柴慢慢的攪拌 讓它慢慢的捲成一個蛋捲狀 但由於本人技術不佳 是能胡亂的就是 變成不知道在幹嘛的一個 酪梨石酥歐姆炒蛋 OK 它還是下一個蛋捲 所以是沒問題的 最後一道呢 來到我們有點厲害 我自創發明的台式鮪魚蔥花蛋捲 沒有加任何的蛋餅皮 那準備的材料 雞蛋兩個起司 一片水煮罐頭鮪魚 蔥花還有黑胡椒鹽 首先我們把蔥花跟蛋液鹽 黑胡椒拌一拌一拼底鍋 加熱之後下蛋液 要覺得是搖晃鍋餅 讓它成為一個 薄薄的一個蔥花蛋皮 很快速的我們 加入我們的鮪魚醬 還有起司片 大概稍等個10到15秒之後 起司就會開始融化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用筷子 很快速的 把它弄成一個蛋捲狀 乘起 感覺超好吃的 加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醬油膏 然後呢用刀子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就像我們在早餐店吃的 寶醬的起司真的很可以 OMG 成功完成一桌美味的 低醣蛋料理早餐系列 今天的料理時間結束了 會很順利的完成了6道美味的蛋料理早餐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 請你一定要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我會分享更多料理跟健身的小訣竅 好謝謝你看完這支影片 掰掰